字幕提供 我叫Joey Peng 10年前開了Tata Temple 我是藝術副寫的藝術副寫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 我媽媽寫的字 直到歐洲的時候 我看見歐洲人很喜歡中文字 但在內海他們沒有見過 真漂亮的中文字 只是當它新鮮 被人選擇來紋身 當時就有一個任務感 身為中國的紋身師 我應該由窄眼去推薦中國的 中文字藝術就是書法 當時我花了兩年時間 在周圍環遊世界 去找不同的紋身師去學習 當我找到書法字的時候 基本上都定了我 比較偏向中國風的方向 書法和畫畫是兩回事 書法因為確實是一些訊息 很直接的表達方式 根本沒有其他彎轉 所以我們其實都習慣了很肯定的 當我們落筆的時候 因為紋身本身就是很肯定的事 我每一個項目都是同時間 在表達自己之餘 亦都是為對方而表達 因為對方不是藝術師 但他很想用紋身去表達內在的自己 我覺得這是紋身最有意義的地方 那個是TEMPO的意思 TEMPO的算書 因為我們名字是TATO TEMPO 這個也是我們的標誌